最后一个月就毕业了 所以只剩28天要上课 这段时间很多人都问 你毕业做什么 是不是很兴奋 喜欢读书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特别兴奋 我觉得做学生不是一个负担 我不介意 不介意考试 其实我觉得做学生就是应该做的事 所以没问题 但是有些人也会觉得 有时畢業很害怕 因为不知道之后做什么 但我觉得人生是好像一个礼物 你练习得很漂亮 然后你要估计是什么 要估计是什么 要估计是什么 很刺激 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 人生又像一本书 你还没有写的 那你自己可以写什么都可以 所以在毕业之后 不知道肯定做什么 其实是一个很兴奋的事 很兴奋的事 很兴奋 不高兴的 是一个事实 我是会毕业 那怎么办 我就想说 这一个月 我不想 几年后 或者十年后 要看回这段时间 然后 又后悔 要想重新 这个时间 因为我觉得人生会继续更好 因为 有很多人说 做学生是最好的时间 但我觉得 那就是剩下一个月 就是人生最美丽的时间 剩下一个月 这样不太合理 那我就觉得 但是 你不要想返回这个时候 因为我想知道 其实我是学生的事情 剩下一个月 我也是 监力去争取 和监力去 Illustriate 这段时间 所以 有人跟我说 你吃一次吃的餐 可能你初提起的几碟菜是okay的 但你吃甜品的时候 是超 cheap的 你会记得那个甜品,你会觉得整个甜品都是很好吃的 然后如果你去吃饭,最初的甜菜是很好吃的 但去到甜品不是很好吃的 你会记得吃饭的经验是你吃甜品不是很好吃 你会记得整个经验是最记得的 所以我觉得这最后一个月是可以吃到最后的几口 一个很好吃的甜品 所以我记得每一刻是很好吃的 因为人生很快,你一定有不同的阶段 你不可以再回每个阶段 你只可以去每个阶段一次 所以你每次每天是那几分钟那几秒都是去珍惜 所以最后一个月我就想起了个感觉 去分享我最后一个月的做大学生的经验 例如有时我在学校喜欢的地方 以前的记忆回忆 然后新的回忆 或者有时想起将来的东西分享 希望你能够记起这段时间 所以我会认识和珍惜 但也都可以 即是 inspire 怎么说呢 呃 哈哈 啊 不懂怎么说 OK 即是inspire其他人 可以 可以有多点 呃 呃 就是去争取每一天 去活得最好 然后《强调整天》 清楚了 E JUST 我继续com 我 C 您 是的 您 是 您 您